監視其中一名男子走過馬路 靠近停在路邊的轎車 先伸腳往前輪靠 沒有成功 再度伸腳 卡到轎車後輪胎下被壓過 接著以非常誇張的姿勢往旁邊倒 藉此向女駕駛索賠2200元 男子是專門製造假車禍的炸騎犯 他在另外一條路 直直走向開過來的轎車 身體碰到後站了一下 接著倒下去又索賠300元 他用這種方式不斷製造假車禍 不過也不是每次都得逞 他故意把身體貼到貨車上 四腳朝天誇張跌倒 但駕駛兼持報警才沒有上當 還有在菜市場口 也是走過馬路後碰撞轎車 往後方倒在機車上 把機車也撞倒了 苦肉計但最後沒有成功 警方統計男子總共得逞五次 炸得金額七千一百五十元 還有三次因為被害人堅持報警 或察覺有意沒得逞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 警方詢問後生涯獲准 也提醒駕駛 碰上類似假車禍一定要報警 免得傻傻上當被騙了 三區的黃大駕駛高雄報導